市政署舉辦澳門基本法紀念館宣傳日活動 吸引不少市民帶同小朋友參加 有家長說期望通過活動 讓小朋友了解憲法和基本法 這班小朋友埋頭苦幹在做什麼呢? 原來在澳門基本法紀念館宣傳日活動 透過填飾、認飾、國旗和區旗等 區旗是什麼顏色? 綠色 那國旗呢? 不懂 嗯 你們什麼時候教的? 呃 現在教的 學校有沒有教其他那些? 國歌怎麼唱的?有沒有教的? 有教的 有教的 那知道唱嗎? 呃 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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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家長說 對於年紀小的小朋友 用遊戲和圖畫介紹基本法 他們都會比較容易理解 又認為應該舉辦更多相關活檔 被小朋友參加 因為他們還是小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未參加過1999年的回歸 很多東西都不懂 現在都 基本上都要知道 小朋友會不會特地去提問 或者不知道什麼叫基本法 會不會說 會呀會呀 是呀是呀 就要 介紹給他們聽 從基本開始 由中國 澳門 開始 由回歸的事情 介紹給他們聽 因為始終太多字 他們都不懂得看字 對呀 現在有些遊戲玩一下 他們就會有興趣多些 你本身或者 對憲法和基本法 會不會有了解到 其實都不多 不多了解 那麼想小朋友可以從小 去了解學生嗎 當然他們知道多些會好些 那始終自己都是澳門人 清楚多些政府的基本法 其實什麼都會好些 藉政廚說 活動除了設有問答遊戲 攤位遊戲 填飾區 和播放影片等的內容 也都會安排導賞員 帶領居民參觀各個展區 增強對國家 對澳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弘揚愛國愛澳核心價值 澳广社記者 曾正宜報導 有關的 民族 選舉 額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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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